演员李明珠与大来宾苏贵田相识多年 二人在演艺事业上互帮互助 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此次李明珠惊喜前来 将带来哪些温馨故事呢 明珠姐啊是我特别好的一朋友 为什么呢 我们俩是聊友 我们俩没什么事啊 微信经常聊天 哎他要几天不给我发吧 不是人怎么这是 我就给他发一个节 挺好的吧 就是特别惦记他 你看这次 姐你干嘛呢 我一猜就是让我来 我都来烦了 哎呦别 谢谢你 他给他们 太麻烦 哎呀 但是他一说 说是孙姥姥 那必须得去 他说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吧 这个明珠老师啊 在你的印象中 孙姥姥是一什么性格的人呀 开朗热情 心地善良 哎呀 哎呀 要不然我们俩不能这么多年 嗯 这个关键是 他刚来北 就是他刚回北京的时候 你们不认识呀 我们不认识 但是后来我知道了 通过他讲 他不容易 但是很有经济头脑 嗯 那时候一挣钱 咱两万块钱买一小院 两万块钱买一小院 买了三个小院 我没地儿住啊 所以 没有房子呀 没房子 对 那鸟还有个窝呢 没错 一个窝没有啊 没有 你知道 人家都买汽车 那会儿夏丽才六万 别人都买汽车 都买汽车 都买窝 他买窝 我说我要汽车 没用 小兔三窟 你买三个 是啊 我有三孩子 三孩子 别人都买汽车 结果您买的是窝 没想到现在变成了金箔箔 我有一三轮车 三轮车 三轮车 咱也是有车 所以马达 他们拉着我 但是我 我说我那汽车 都在那趴着呢 反正把儿女都安排好了 这点特会过日子 她是一个 孙姥姥是特别勤奋 努力的人 对 您刚回北京 那会儿有戏演吗 姥姥 没有啊 我呀 从小就爱做娃娃 嗯 做布娃娃 绒毛玩具 各种各样的娃娃 嗯 正好那会儿呢 工艺美术呢 刚刚发展 嗯 就开始做那种 尖型的挂人 嗯 挂在墙上的 明白 你知道 我一宿没睡觉 我给做了俩 嗯 我被我绞了 医生也拆了 你知道 他们都说我那会儿 大脑不正常 那会儿我是 我想做什么 我就搅什么 嗯 背锅入的都是残缺不全的 哎 不卖的是吧 不卖呀 我拿给厂家去看 厂家一看特别高兴 嗯 就让我当指导 嗯 带着街道的四五十个老太太 叫中华国画社 啊 结果就做了将近有二年 我做娃娃呀 我出样子啊 啊 我搞设计 哎 我可会做娃娃了 电影上的娃娃 公企美术卖的娃娃 我只要看见 我就把它先画下来 那会儿也没有相机啊 啊 先画下来 蹲着地下画 有时候就把人扮一跟头 嗯 后来我就找一个人 妹妹跟着我去 我站这儿画的时候 你站这儿挡着 别又把人 对 对 对 我砸趴去 你知道 把您也吓一跳 关键事 又对 他一帅跟他把我砸底下 你知道 很能干 那那个时候 您在做这些娃娃的时候 您自己赚了点钱吗 钱赚不了多少 嗯 我出一个样子 三块钱 嗯 我每天呢 拿一个包袱瓶 包着五十个娃娃头 上哪去 反正这大包袱就挂着 嗯 坐在哪跟你这聊天 这个就拿出一个来 蹭着就缝 嗯 得把这五十个的眼睛 鼻子嘴都缝出来 嗯 白天可以缝啊 晚上就把它画了 眉毛眼睛鼻子嘴都得画出来 哦 哎 您还会画画 在安筹发 哦 我我就是 喜欢画没学过 嗯 哦 也也抬班子 那赚不着金 那就先吃饭不发愁了 啊 先先可以给孩子们有饭吃了 嗯 你知道 后来做了二年呢 说这个东西也不好卖了 满大街都是了 嗯 啊 那最后呢 我一看人家那不是画画吗 我说能不能也给我张画画呀 嗯 人家说你会吗 我说我不会 没画过 嗯 后来我说你给我一张 我晚上回去试试 嗯 拿回一张去 也是一宿没睡觉 第二天你就给他画出来了 画 哦 画出就合格了 哎呦 到那以后我就又画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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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您没学过吗 没学过 生活挤得你到那了 你就行了 哎呦 那那时候孩子谁帮您带呀 背着 背着画画 再挤得我也画不出来呀 啊 背着画 你还是天才呀 不是 再挤得我也唱不成你那样啊 我让那孩子数着 嗯 三分钱一张 三分钱一张 我说这一张画 就是一个冰棍 嗯 所以说孩子挺有兴趣 啊 三分一天 一天画三百张 哦 你画什么 画这个三百张不可能吧 就尾签 啊 北京饭店的座签 啊 就是搁在桌子上 啊 一个 一窝一角 立在这 谁谁谁坐这 我旁边画一个小莫谷 一朵小梅花 啊 一朵小葡萄 一个小蓝草 啊 那就画那个 尾签 啊 做尾签啊 孙姥姥这我还真不知道 哎呦天呐 太有本事了 是 那您这个画画出来 起码也能让孩子们 就吃得更好一点呀 啊